美国通胀可能已经见顶 但是不再那么鹰派的联储 未必意味着鸽派的联储 明年的降息机会 现在看来还不大 美国七月份CPI通货膨胀 环比增长持平 同比增长从上期的9.1% 回落到8.5% 这两个数字都好过市场预期 不少人认为美国通胀见顶 开始预期联储明年降息 两大因素支持着 美国物价上升势头的放缓 那么首先石油价格回落 带来汽油和燃料价格的回落 那么汽油价格在一个月内 下跌接近两成 遏制了CPI飙升的势头 其次供应链运输链断裂问题 已经大致修复 产品价格回落 大型连锁商场甚至采用 大减价的策略 去库存 产品通胀已经见顶 我相信美国CPI通胀 在七月份见顶回落的机会很大 如果预测成真的话呢 对于市场 联储和拜登政府 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CPI见顶之后会怎么样呢 在初期较大滑落之后 我认为CPI通胀可能在4%左右 徘徊相当一段时间 而且波动很大 波动大的原因不难理解 俄乌冲突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能源供应几乎没有弹性 任何地缘政治消息都可能令油价掉头回升 这是货币政策无法控制的 也是无法量化的不确定性 通胀回归政策目标的路会漫长曲折 最大的因素就是就业市场和工资上涨 美国经济中七成来自服务业 人力成本是商业的最大成本 目前每一位进入劳工市场的工人 有1.8份就业机会在追逐他 商业不得不用大幅加薪和改善福利来吸引员工 这个改变了劳工市场的均衡 更多人辞职转供 美国的转供率现在是战后有记录以来 前所未见的 商业为了赚钱势必调高价格 催生出工资和物价的螺旋上升 另外租金上涨虽然略有放缓 但是仍然处在很高的水平 在家工作带来了换房迫切性 租金在CPI的权重很高 那么城市租金上涨会进一步拖累CPI指数 今天在美国一家中档餐厅就餐的成本 比疫情前贵了接近一倍 汽油价格 食品价格 酒店价格更夸张 生活成本的大幅上涨 制造出通胀预期 员工在寻求新工作时候一定会反映在工资预期中 而员工在今天的就业市场的谈判中是强势的一方 通胀预期改变之后 工资上涨一时半会很难平息 所以我不相信通胀在短期可以恢复远行 美国通胀始于二手车价格的上涨 当时是因为供应链问题所致 但是物价压力逐渐蔓延到服务业和租房业务 现在连医疗服务这样的惰性价格也跟着上涨 服务业价格被称为sticky prices 惰性价格 一旦上涨了就不会像二手车那样 跌回到涨价前的水平的 除非出现雷曼危机这样的大震荡 纽约联储刚刚公布的调查显示 消费者预期一年后CPI回落到6.2% 三年后回落到3.2% 春江水奶压闲之 消费者的触觉还是敏感的 他们认为物价可能逐渐回落 但是回到2%的政策目标仍然遥遥无期 哪怕联储使出洪荒之力 控制物价水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这样的通胀形势下 联储会如何制定货币政策 假设CPI正式见顶了 联储的鹰派姿态也就见顶了 货币当局在加息力度上会放慢手脚 需要的时候甚至在言论上表达对 增长风险和就业市场的关心 但是鹰派见顶不代表鸽派的到来 因为服务业通胀会持续几年 通胀预期在相当时间恐怕还是单方向的 那么我预期今年加息再加125点 明年第一季度再加息25点 之后停止加息 政策风险上看 明年上半年联储需要进一步加息的机会 大过降息的机会 假设明年经济出现轻微衰退 但是呢就业市场维持仅平衡 The US inflation peak but not out 美国通胀见顶了 但是一时不会脱险 就业市场维持续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